看完这个视频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做出一道好吃的 松菜鱼水煮鱼 给它洗个热水澡 这样的话可以轻松的去除它身上的那个棉叶 然后我们再用刀给它刮 这样在身上这个棉叶 我选择的是黑鱼 你们也可以用炒鱼 先把这个鱼切片 我们先把这个骨头给它递出来 这边也一样哦 给它递出来骨头 切鱼片 大片一点 切好的鱼片我们放两勺盐进去 加一点8加1进去 给它去一下那个血 还有那个腥味 随便捞一下 再把它凶起干净哦 过滤出来 你看这个鱼肉 白白嫩嫩的 很干净了 那我们再放一点盐 放点生粉来腌它 这个鱼我们要一直拌 拌成那种 加上去滑滑的 然后再加点油下去 锁住的那个水分 就可以了 这个酸菜就是以前我们用那个 糖水去腌的 有人说问它酸不酸 这个味道的确蛮酸的 再加一颗就够了吧 切成一条一条的 再配上一些黄豆芽 没有绿豆芽了 放黄豆芽了 我们把这个酸菜给炒干 炒干了倒出来 这鱼骨头跟那个姜一起放下去煎 你们不是说想要我家的锅吗 你看这种锅 不沾的不 想要的咱们点进厨窗里面去买 虾又这个开水 酸菜鱼怎么可能少得了这个调料呢 是不是 放这个下去 我跟你说 小白 你都会煮咯 这个是一个金汤的 一条鱼 刚刚好 一包 不多不少 我们这个酸菜一起放进去煮 把那个酸菜味给它煮出来 豆芽也放几根 不用放太多 我们先把这个鱼倒出来 这个鱼片我们直接用开水来烫 随便给它烫熟就行了 这种鱼片 倒出来 来滤干这个水先 把鱼肉放进去 干辣椒 还有蒜米 还有这个花椒 浇上油就ok了呗 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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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碗就是有点小 你看 它的汤是很金黄色金黄色的 很亮的就是感觉很小气的 买个大点的那个碟子 所以我来一下心 我先替你们尝一尝 对 好吃 不好吃 蘸一下这个汁 拿起来 好好吃 搞点汤 再搞点肉 这个汤 感觉有点甜甜的 酸酸的 有一点点辣 这是雅克的 19.9米 倒手6包 这个金汤的酸菜鱼调味料 没有样品的只有三包 喜欢的就去购物车里面去买 你骗你骗的 好吃 酸酸辣辣的 那麦的汤呢 你喝一下很辣 只是酸不辣 有点酸的 嗯 那么小个人你干满一碗去啊 好吃 嗯 厉害了 不好吃我也不吃啊 还要是没有吃 我找到干光了 我跟你说 哈哈 这本名的都还大 终于给你干完了 哎呀 没有啊 你说这个不好吃 我感觉是有点 明天继续你不要放酸菜了 我吃酸菜 嗯 OK 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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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